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新一季的K2搜尋 我是葳永賢 以後逢星期四我們都會有新嘗試 就是我葳永賢跟大家講故事 其實近年香港有一股新的移民潮 就是移居英國 很有趣的是這些移民去英國的人 其實都是靜悄悄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或者他們在機場打過卡 放在社交平台跟全世界告別 又或者到了補一輪 才伸個頭出來告訴大家 我已經躲在英國了 總之大家都走得好鬼祟 從前幾次移民潮那種大挪大鼓 我們吃很多送別戰行飯的情況都沒有了 換之而來就是走了都不敢告訴別人的低調 其實單是這個行為 已經顯出移民者的心虛和理規 如果你們做的事真是這麼偉大 信奉的理想真是這麼崇高 為什麼要走得這麼鬼祟 這麼不見得光呢 不過說回頭 物以類聚 這群不見得光的人 靜悄悄移民去的國家英國 其實一樣有很多不見得光的過去 而當中大家最熟悉的一個證據 相信就是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很多人都說這個博物館其實是一個世界的賊贓聚集地 大英帝國這麼多年在世界各國的南征北戰 搶了其他國家很多很多的寶物 都一一傳放在大英博物館裡面展示 所以這些寶藏背後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不見得光的侵略和掠奪歷史 這個觀點就不是我亂講亂作的 是英國前首相親口證實的 到底他是怎樣鬼拍後尾枕的呢 話說在2009年 帶領印度獨立的聖雄甘地 他的曾孫陶夏甘地 就要求英國將當年在印度搶走的國寶級鑽石 叫做光之山歸還給印度人 他的意思就說要殖民統治者贖罪 這個陶夏甘地說 這是一個道德的問題 光之山鑽石是我們的民物 他當年被強行帶來印度 每個國家和文化都希望可以拿回自己失去的東西 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我們不能夠達成這個願望 當然英國政府就一口拒絕 而當時首相卡梅倫更加很坦白地回應 塗下甘地說 這樣不行的 如果我說了它好 我們大英博物館將會瞬間空空如也 它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給一顆鎮國的巨鑽給你印度 此例一開 每個國家都來問我拿回寶物 那我大英博物館還有剩嗎 英國首相卡梅倫這樣說 其實也是間接承認大英博物館裡面 全部都是賊樁來的 至於塗下甘地所提到的這顆巨鑽 這個寶物就是我們今集的故事的主角 這個非一般的寶物 雖然現在不是擺在大英博物館 而是收藏在倫敦塔 但無論它擺在哪裡 它都不是英國人的東西 鑽石對我們普通人來說 一卡兩卡已經很厲害了 但我們今天說的這顆印度的國寶級巨鑽 它的名叫做光之山 你想想光到好像山一樣 即是很厲害了 它開出來的時候是有800卡 經歷了重新撤割之後 成為了一顆105卡的絕世真品 這顆105卡的鑽石 現在市價大概是值15億港元 它曾經是世界上最大顆的鑽石 就傷了在英國的伊利沙伯女皇皇冠上面 不過印度人一直堅持 這一顆英國皇室裡面 珠寶庫裡面最珍貴的寶物 其實是從印度偷回來的 光之山鑽石這顆巨鑽 其實是一顆古老的鑽石 在13世紀的時候 印度一個叫做可拉的礦山裡面 開發出來的 也是世界上最富有全奇色彩的鑽石之一 這顆鑽石的故事 我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這顆鑽石 其實最早的文獻記載可以追溯到1304年 據說原石有800卡這麼多 最初打磨成為191卡的玫瑰形鑽石 由當時的國皇就將這顆鑽石 就傷了在印度神廟的女神眼裡面 印度教有一句經文很特別的 他說擁有一顆鑽石的人 將會擁有全世界 但是也都會認識到 這個世界的所有不幸 只有當神或者是女人佩戴他 才得而幸面 據說印度人就認為光之山 就是這顆受了詛咒的鑽石 所以幾百年來 很多擁有這顆鑽石的君王都遇上厄魂 1562年 蒙古人入侵印度 建立了一個叫做莫厄兒的帝國 當然他也將這顆鑽石 據為己有 正因為這顆鑽石所有的詛咒 這個蒙古王不能夠好好享受這顆鑽石 已經無端端身患虐質而死 之後他的兒子繼承了皇位 當然也繼承了這顆鑽石 但也莫名其妙地 在樓梯那裡無端端滾下來離奇身亡 之後皇位和鑽石傳了幾代 傳到一個叫做沙甲漢的國王手上 沙甲漢這個人大家未必認識 但他興建的太基陵 大家一定會聽過 沙甲漢為死他的愛妻 起了一個全世界最美的陵墓 不惜公本 他用了21年的時間 成千上萬的工匠 一千多隻大匠 無數的大理石 玉石等等的珍寶 他建成了這座舉世文明的太基陵 但是鑽石的詛咒就來了 當靈墓建成 沙甲漢就讓他兒子散慰和軟禁 完全沒有機會欣賞自己的作品 相傳他兒子就把光之山這顆鑽石 放在軟禁父親的城堡密室窗邊 讓沙甲漢可以透過巨鑽的反射 看到遠處的太基陵 真是用心良苦 之後又繼續經歷了幾場戰亂 鑽石輾轉去了波斯 又去了阿富汗 再回到印度 當時已經是十八世紀 印度石黑王朝的時期 他們的國王就接見英國代表的時候 想著我們把這個國寶帶出來給大家看看 於是就把光之山這顆鑽石 鑽在手額那裡見英國人 於是這顆鑽石就被英國代表看到 馬上把這顆光之山的閃耀和美感 寫成報告交回到英國 英國人知道有顆這樣的巨鑽之後 馬上對此虎視眈眈 渡可而來的歐洲商人慢慢發現 印度這個地方很重要 於是越來越多人就踏足這個土地 爭相成為殖民者 最後印度戰敗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1849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功掌握了印度的統治權 彼此就簽下戰後的賠款條約 就像我們中國之前簽的那樣 其中一項就是將印度的國寶巨鑽 光之山交給英國人作為罰款 這一家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相信大家不會陌生了 它就是當年在印度種鴉片 然後賣去我們中國的公司 它表面上是一間貿易公司 但實際上就是一個從事殖民管理 以及擁有軍事力量的龐大組織 因為傳聞光之山是會詛咒任何佩戴他的男人 但女人就沒事的 於是很多人因為歷史都見到 很多男人都出現不幸 所以英國人拿了這顆巨鑽之後 就想到一個辦法 就說將這顆巨鑽獻給當時的維多利亞女王 於是這顆國寶從此就離開了印度 去了英國 不過這顆被詛咒的鑽石 即使離開家鄉 鄂運都如影隨形 1850年2月1日 光之山這顆鑽石 就乘坐輪船去英國 當輪船抵達到毛利求斯 作為停留補給站的時候 船上面忽然間就爆發霍亂 毛利求斯就下令輪船馬上離開 不要惹到我們 否則就會向船開火 他們只好無奈離開 回到海上又遇到超強的颱風 幾經波折 走了五個多月才去到英國 而這顆鑽石也終於落入 維多利亞女王的手上 為了彰顯日不落國的榮耀 光之山這顆鑽石一去到英國 就在水晶宮舉行的 萬國工業博覽會裏面展出 很多人就特別慕名而來 去看一看這顆 據說是有神秘詛咒的世界最大的巨鑽 不過大家看完之後 都紛紛說很失望 這顆鑽石不是想像中那麼漂亮 那麼光的 其實可能就是因為 經歷了很多年月戰火的洗禮 也失卻了它本身的光芒 鑽石沒有了它的光芒之後 英國人也想辦法 當時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 決定將光芒山送去倫敦 最著名的鑽石加工大師 進行重新的切割 最後這顆鑽石再被切去42% 由191卡變成105.6卡 雖然經歷了切割 增加了光芒山的反射面 但也徹底毀滅了它 千年以來的原有面貌 從新切割之後的光芒山鑽石 就傷了在當時皇室最有名的一頂皇冠上 成為英女王的心頭寶 不過寧可遜其有 因為鑽石的詛咒 所以自維多利亞女王去世之後 這顆傷了光芒山鑽石的皇冠 一直都在女性的皇室成員頭上佩戴 而不會比男人戴 包括瑪麗皇后現任的英女王 伊莉莎白二世的媽媽 伊莉莎白皇太后 2002年 101歲的伊莉莎白皇太后 就在溫莎堡去世 國葬的時候 她的女兒即現在的英女王 就將雙祖光芒山鑽石的皇冠 放在皇太后的棺木上面 可見舉世對這顆鑽石多麼重視 喪禮結束之後 光芒山就擺在泰吳士河北岸的倫敦塔裡 等候下一位皇后再次戴上她 這位皇后究竟是誰呢 可能是查理斯皇子的太太卡美拉 又或者是威廉皇子的太太凱特 現在暫時真的不知道 雖然英國人已經將鑽石具為己有 成為英國的國寶 但印度人一直都不死心想要拿回 1997年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去到印度訪問的時候 就遇到一件非常尷尬的事 就是她當時去到龐姐普邦 一班石黑教徒走出來 要求女王給我一顆鑽石 原來在英女王到訪之前 印度龐姐普邦一個71歲的老農民 她說她自己是皇族的後裔 於是寫信去到白金漢宮 和當時的首相貝利雅 要求他們還一顆鑽石給他們印度 她有封信寫的 她說英國人是有禮貌的人 他們會回信的 我並不是為自己拿這顆光智傘 而是要將它獻給石黑教的聖地大金子 因為它是我們民族遺產的一部分 當然這位老農民沒有收到任何回信 於是這班教徒就趁著英女王來訪 直接去問她 令到她的場面非常尷尬 還有剛才我們節目開頭時也說過 在2009年印度聖紅甘地的生孫 曾經公開要求英國歸還國保 為殖民統治贖罪 另外在2013年2月 英國首相卡梅倫 率領史上最大的訪問團 去到印度訪問 意圖加強英國和印度的貿易關係 在嗜好過程中 她又被問及英國何時還一顆光智傘鑽石給我 卡梅倫一口拒絕 她竟然這樣說 她說我們的關注點是 應引兩個國家的現在和未來 我不是來和你回顧過去的 2015年11月 印度保來烏一班影星和商人 更加聯合委託了律師 將英國皇室告上倫敦最高法院 認為這顆鑽石是屬於印度 要英國還給他們 印度政府也在2016年4月19日發表聲明 說英女皇伊麗莎白而世 頭頂那顆光智傘鑽石其實是印度人 並且強調她會用友好的方法 盡一切努力向英國拿回 這顆鑽石看穿了一個民族 大英帝國果然是強盜之國 或者這顆鑽石的詛咒仍然在這裡 起碼我們已經見證著這個帝國的末路 好了 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 下星期的基督搜尋 再和大家說故事 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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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